我屬一二三 木頭人 上課偷吃被抓包 鏡頭前的評審團是這樣的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說 他如果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共鳴 可能有一些詞突然間唱錯會閃失一下 所以尾音的這個表情跟他長度沒有做主 有點可惜 鏡頭後的評審團是這樣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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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